在機場的官員應該對防疫觀念 是最嚴謹 最需要要求的 你在邊境BORDER 你在邊境防守的人 不管你是哪個局處的 現在是非常時期 你應該知道我們台灣 已經在3月18號半夜 3月19號凌晨0點 宣布全球都是三級了 不管你在那邊有沒有確診 從這個三級 菲律賓哪裡回來都一樣 都要檢疫 都要隔離14天 你如果有這個基本概念的話 你怎麼會跑去接一個 從三級區域回來的人 這是一個身為官員 駐守機場 應該是common sense 基本常識 今天若是平常 你認識的老長官也罷 朋友 同事 那親人來 你幫我帶一下 趴他迷路 你只要不用特權 不走特別的門 我覺得我不苛責 可是今天國家面對 防疫戰爭期間 身為觀光局的主祕 現在叫前主祕了 你怎麼會叫你的下屬 或者同事去接 你有沒有吃退燒藥 壓著 你把你的fever壓著 然後過了關之後 還跟你的叔叔喝咖啡 那個叔叔是你爸爸的屬下 然後那個叔叔回家抱個孩子 五歲的孩子就確診 這有天龍沒了 所以這裡面就是不負責任 而且搞不清楚自己責任的分際 這位祖祕你後來有接觸了 你接觸你兒子了 你還到處開會 到處立法院有時候 委員會找來開一些協調會 你也去了 別人健康你不當一回事 下屬的健康不當一回事 而且現在在全國防疫 台灣就是崩得夠緊 才變成全球的模範 所以我覺得林佳龍把他拔掉 雖然他是公務員 受到公務人員的保護 不是政務官 但是高階的公務員 管理這麼多人 不可以這麼了效 我每次想到他五歲小孩 我就覺得好冤枉 那個小朋友什麼事都沒做 他爸爸在機場工作 然後喝了一杯咖啡回來 這五歲小孩子就確診了 肺以後沒有影響 他媽媽或者他家人 會不會看到這個孩子 會不會擔心他以後 好起來肺的功能 有沒有部分纖維化 他為什麼負擔這樣風險 就只因為阻密 叫他去接他兒子 所以這個事情 不用討論就是錯了 錯了該處罰就處罰 二七七八為什麼要去重視 就是說雖然他說他在境外 在菲律賓 3月1號的時候 就已經出現了所謂的 血尿發燒跟喉嚨痛 可是我覺得基本上 基于一个公民的义务 你要着眼的是 你有发烧跟喉咙痛 在现在 国民来兴在世界大流行的状况之下 你就要必须高度的怀疑 有没有可能这个问题 而且以一个20岁的人 突然住院之后 因为发烧喉咙痛 还牵扯到血尿 本来就不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症状表现 那后来你回去之后 继续再吃药 吃药是不是吃退烧药 是不是吃抗生素 尽量去压抑病情 这个必须要一并去注重 等到你回国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部分 必须要去苛责 容许用苛责两个字在形容 因为你就是做错事 健康声明书告诉你说 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你如果回国代表 你觉得在台湾是比较安全的 我们给你安全的生活 你要保障全体国民的幸福 你必须要举手说 对啊我三月一号三月三号 有住院有不舒服 你要跟别人讲 可是你没有说 你说都没有症状 那你没有症状的话 那我们检疫官怎么知道 发生什么事 不能说你在吃药 然后说你没有症状 是啊 我们都知道 你下去问三岁小孩说 如果这个生病要看谁 要看医生 可不可以乱吃药 不行 发烧要注意 所有小朋友都知道的事情 那你是一个20岁的成年人 你在菲律宾 做你的事业 做你的努力 你回到台湾需要帮助 你却不把你的病情讲清楚 而且我要讲的是说 这件事情 根本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是你发现 这个后来健康声明书 没有讲清楚之后 你就送去居家检疫 回家居家检疫 可是实际上 如果你举手说 我可能生病 是直接送去住院 是送负丫病房 今天不会有所谓的269案 也不会造成他小孩子生病 不会多那两例 所以你看 因为你一个人的 故意的一个行为 造成多大的影响 我们传染病房治法 62条有讲 第二项说 不遵行各级主管机关指示 致传染于人者 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以或新台幣50万以下罚金 要关三年 刑事罪 我们的刑法192条 也有提到说 如果以他法散布病菌 自身公共危险 一样要关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交案是 所有回国的人 请你保护你自己 也保护所有的 国人的健康跟幸福 罗医师他不只是医师 他这个也是法律系毕业的 这个部分他提到说 如果说你这个健康声明书 没有好好的填写 你是有隐秘的情况 是有形式的问题 而我们也掌握到说 目前为止有大概六件 开罚了39万元 由于 该经历了 如果愿者 刑事 感谢观看